李達恩律師 第一次要去平安 第一次公學昨晚結婚你有沒有來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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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慎你已經公學了 也都公學 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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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本书是直接方向 因为说的完全不合乎或许 是要靠着信心 才能够走向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所以一个光强的教会 一个光强的教会 是一个充满着信心的教会 当一个教会没有信心的时候 教会不会增长 教会不能够坚持 手指上帝给他们那里 这个了解呢 因为当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就很快放弃 很快捡弱 很快就会低调 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来一个放弃 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 有光强有信心的一群人 在世上活出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能够去达成我们 实信给我们的奉上 如果有信心请答案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至十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至十节 这些英文是很出名 讲及到信心的 如果有信心请答案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至十节 我们需要有人帮我导人 我不用那么充满 谁可以wollantee 你有没有wollantee Catrine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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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满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比好的见物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著 神話造成的 只若所看見的 並不是從顯而之物做出來的 阿伯因著信獻祭以神 給別人所獻的徒禮 因此便得了清義的見證 就是神指祂禮物作的見證 祂須死了 卻根者順便舊說法 第五節 然而一著信被接去 不至於見死人也走不長坦 因為神經把祂絕毀 只是祂被接去才已經得了神 喜悅祂的寧靜 第六節 人非要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由神 且信祂賞賜賞 尋求祂的人 第七節 我亦一著信 極無神指善祂未見的時 動了救護衛的身 預備了一隻光舟 使祂全家得救 一此就定了那世堂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床信 免言 我們會一直看一字 由第一節 第一節看得到第七節 其實整張十一章 希望說十一章 都講求到信心 一直看下去 到最後都好 第十二章 都是講求信心 不過耶穌是我們信心的最好的方法 我們回到自己看 今天我們主要講一節到第七節 簡單來說信心是甚麼呢 我可以給大家這個白話 當然容易明白 信心簡單來說 就是你信不信得上帝 你信不信得上帝 簡單來說 你信不信得上帝 你叫人幫你做些事 你叫一個人 你托回去幫你買些東西 買電腦 你要付錢 你買東西 你要他買issimo 所以你信不信得上帝 你疑奶 那你信得上帝 那你信得上帝 你問就給錢 tambien 買到簽 Sabbath 你Davv 你用五千塊就有給金錢 hvis你信得上帝 便被別有人托還錢 你信不信得上帝 連 없이你們去掉 skills 或忘掉收拾 但你信得上帝 你就會贏 你就會給 你就會有貧 信心 就是這麼簡單 你信不信得上帝 如果你信得上帝 你知道上帝会做一切事情 为着你为着我们所有的好处 你就会将一切交信给他 你将你生命 你的钱财 你的恩赐财 一切都交信给上帝 因为你知道上帝 知道他在做的是什么 你知道上帝所应该的东西 是必须实现的 你信一个上帝 信心 简单的感觉就是 你信 信得过上帝 这句话说第十一章一节 第一节 作者他将他解释信心的时候 他用盼望或者期望 和信心 是有一个连接的关系 什么叫盼望呢 盼望就是当我们望着未来 是看着Future 你发生的事情 未来 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一些的恩典 对不起 的恩典 那个Promise 应许 上帝给我们有应许 给我们知道他在未来的时候 他会审判 他请我们公义 他给我们知道 在未来的子 他会再回来 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会再次建立 一个生前生地 我们会在那个生前生地一切 享尽这个千千年 这些事情都还未发生 但是我们对神有期望 这些事情会发生 在未来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信心呢 就是在一刻 现在我们望着上帝 我们能不能将我们生的一切 但是我献上给他 相信他 是为我做的一切 都是好的 信心就是 主要是 一刻我们望着上帝 我们对上帝 信得多少 怕恶就是望着未来 我们相上帝 期望得多少 那么信心和怕恶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来书第十一章一节 给你看见那个桥梁 信心就好像一条桥 踏到我们的盼望 当我们要去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盼望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 我们先有信 当我们有信 我们踏上那个桥梁 我们一直相信 它会实践 它会发生 直接到那一天 我们看见 夜中意实现 在华春第十一章一节 简单来连述就是这个意思 信心就好像一条桥 踏上我们的摊摩 主给我们的期望 主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就是信心 未发生的事情 看不见的 但是你相信它一定会发生 你知道上帝是信得过的 你相信它 那你就跟着上帝 指示一下 你就总会一天 踏上这个派望 令到这些事情 使用它发生 在教会有两种人 有些人就有派望 没有信心 为什么呢 他对上帝 很有派望的 上帝会早些 上帝会早些 早些 上帝会早些 上帝一定行的 那你又有什么 我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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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信心 你自己没有信心 对上帝没有信心 你知道上帝会做正经说的 上帝会做的 他太没有信心了 有些人来任意 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有信心 是没有派望的 怎么说呢 他很有信心 我个礼拜来后的 你做礼拜 但他不期望有什么改变的 他不期望上帝会做更大的事情 他不理的 那些人呢 就跟你去拜博的战 你随任意的 是 Ahí 你根本就没需要用到信心 因为看上帝会 他不需要听 Österreich 他不需要録曝 所以你 你就不只NG做了 这两种的人呢 希望他就没有 他去学习 我们不能仅是有 欺望、欺望 不字幕 也不像有 信心 欺望 所以她们出去 对我們 这两方面 我們一定要有期望 我們要知道上帝給我們的應徵是甚麼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方向是去到哪裏 今天我們要有信心 憑著信心 我們就去踏上我們的期待 我們的將來 Para Chisa 第一次也描述到 這個信心好像這樣 當你看到未來的事情 看得這麼真實 真實的境界 就是它好像發生了一件事 這個就是信心 未發生的 但你看到那件事好像真的發生了 這件事就會繼續堅持你 給你一種的confidence 去固定你 令到你能夠 去很大膽的為主做工作 好叫那個希望 我叫上帝給你的promise 寧許能夠出現實料 這就是聖經給你的信心 有甚麼來自呢 今天有意見你信了耶穌嗎 信了嗎 但你見到耶穌的人 你沒見過嗎 聽到嗎 你不看他 但你不看他 但你信耶穌 你信到他好像真的在那裡 對不對 你可以感受到同在 你知道他在那裡 這是信心 或者是這樣說 你見到教會 然後你見到社會很混亂 很殘暴 很多corruption 很多貪污 但是聖經給他知道 耶穌總給人回來 他將一切的事情在黃 正式將上帝的黃皮 在地上 這些事還未發生了未來 大家說你守住這個信心 你繼續去走 你繼續去走 你繼續走 聖經教導 我論去幾個無論如何都好 就算社會幾惡也好 你繼續守住這個期望 去走出每一天 這個就是信心 信心簡單地說 就是你信不信不過上帝 你能夠實踐你所應付的事情 你講得到做得到 你信不信得外 信心不需要 信心不需要 不是我們這些 沒有任務 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 有些驚訝 什麼 什麼 信心 基本上 就是你能夠信得上帝國 那麼第二次和第三次 就是介紹 第二次和第三次 給你看見 一個信心的世界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有信心是重要的 基督徒都要建立一個信心的世界觀 簡單來說 聖本聖經 聖本聖經由頭到尾 都是描述著人對上帝的信心的經歷 從頭到尾 看見 由開始 拍赴 十一章 第三節講到 因為信 我們才能夠明白 或者能夠接受 這個全球 這個整個宇宙 是上帝做出來的 只是因為信 你才能夠明白 為什麼這樣講呢 有很多人因為講 你的思想 說世界是上帝族 是很古老的 過時的 現在我們講科學 你有證據 沒證據就不要講 沒有時候我們會這樣講 為什麼呢 我相信這個世界是上帝族 是需要一個信心的 因為你看了一件創造的運 很厲害 創造的時候 你不想到 好 這是支持發生的事情 但是透過神的啓示 給作者提醒一面 讓我們知道創造是這樣的 其實這些都不是方法 打個比喻 因為你去到一間房間 你會看到一張這樣的東西 你會看到一張這樣的東西 你會看到一張這個東西 你可以預計很漂亮 你不看得太漂亮了 你都看得太漂亮了 就直接說是漂亮了 你會看到一張很漂亮的話 你會有一個很自然的思想 或者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哇,很靚啊,哪個畫家,很潛伴,你會問這個畫家,很容易,很自然,你會問這個畫家,哪個畫家? 問題是,為什麼你會問這個畫家? 為什麼你會問這個畫家? 為什麼你會問這個畫家? 是因為你覺得這幅畫很美麗,不會是突然爆出來的,對不對? 但是,當我們看宇宙漫物的時候,你一定會跟我同意,不一樣的,就是這個宇宙漫物是很複雜的 你看到這個太陽,如果我們的地球稍微近太陽少少,我們存不住在那裡 如果我們地球離開太陽少少,我們人人不極了,太陽能動到尾了 如果地球是一種剛好好的位置,並且,所有的生物,循環的,一切東西都是剛剛好好的, 樹木如何重製造這個Oxygen,所以科學,其實跟我們說,這個宇宙是很複雜的,而且很美麗的 如果你可以形成為一幅畫,那麼美麗是有一個畫家畫的,為什麼你不可以相信,這個那麼複雜的宇宙,是有一位聰明的創造者呢? 當然,對於有些人來說,這些都是方法,所以請這個說,你需要有信心 當你有信心對神,祂能夠創造到這個美麗的宇宙的話,有什麼東西是想你做到的? 如果你相信一個上帝,祂能夠創造到太陽,祂能夠創造到這一切的事情,祂能夠創造到生命 今天,你和我面對的問題,有幾大對神來說 所以基督徒,你和我,在世上的觀點一定要很窄窄,我們看世界和其他人看世界很不同 因為我們看世界是以信來看的,我們信得過上帝,能夠做一切的事情 我們信得過上帝,因為上帝是我們的主在,一切都是歸必上帝的 你一定要有這個觀點來開始,如果不是的話,你就會很辛苦過你 如果你沒有這個觀點的話,正經來說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跟上帝,你信得過上帝 所以,這個觀點很重要,並且,這個觀點提醒我們,我們信的是上帝 我們信的是神 聖經講的信心,是主要來說,我們對上帝,對神的信 不是信,不是信其他東西,其他東西的信心,我們不是聖經講的信心 我們說的信心,是對著上帝的信心 如果信心沒有上帝的話,如果我們信一些東西,但沒有關乎上帝的話 你是在賭國,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有一個期望,但你就不知道會發生的,一點的大麻煩 但我們聖經講的信心,是對著上帝的信心 為什麼呢?因為上帝是信一個的 你看整個舊約,上帝顯然讓你看看,祂是無所不知 即是什麽都知 从头到尾他都知 未来的事情会发生 他都知 所以你怎麽信不得过他 他什麽都知 他无所不在 他在哪里都好 你可以能够求好他 而且他无所不能 他什麽都做到 只能够做到的 要顾下什麽 我相信 看这件事上帝不信不得的 都不得了 反罪罗 上帝不许反罪 是那麽难的 除了人家上帝不信不得了 所以我们可以信得到上帝 因为上帝无论在哪一地方 我们都能够求求他 我们都能够相信他 因为他是无所不知 无信不在 无信不得了 他亦都无关你 那我们怎麽更加建立我们的信心呢 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不许 怎麽建立我们的信心呢 第一 看圣经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圣经的故事 圣经的内容 再次提醒我们 神的属性 神的大能 神的作为 他以这些透过的故事 能够建立 讲我们里面对上帝的信心 让我们知道上帝原来做了这麽多事 原来上帝真的得过 上帝可以做这些东西 圣经给我们知道提醒我们的信心 所以当我们读圣的时候 或者听到的时候 你的信心很增加 第二 就是说天正 因为圣经 好像很古老的那些 很古老的以前发生的事情 那些是 耶稣时代才有的 但是 如果我们分享 现代人的见证 你和我的见证 我们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 如何经历上帝的奇迹 我们就可以 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建立信心 他们听到我们的见证 他们就知道 上帝不只是在圣经会发生奇迹的事情 现代都可以 因为上帝今天是一样活着的 所以我们可以互相讲见证 来提醒大家 来鼓励大家 鼓励大家 因为我们时不时聚在一起的时候 学下分享见证 不要只是讲读圣证 我可以讲读圣证 刚才上帝在圣经做了什么 今时今日 其中一个原因 我能够做牧师传道 是因为在我家中 我原来是反应这个角色 他讲很多见证在家 当然今天我们也不在世 但是在做小的时候 我们做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有小的时候 带他们去教会主要学 有时跟他们分享 上帝如何请教一家 离开那个大水灾 是吧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真实的 真是真是发生想的生命 怎样讲日本时期 怎样去投考 怎样上帝带你 这些是真真 会生生生的人跟你说 去对上帝的经历 有时候你看圣经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因为你觉得它好像离开你很远 但是如果你身边的东西跟你分享 上帝如何生命 做功的时候 你要看一见 这些东西是真的 你相信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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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信心是借人的信心 怎样说呢 等到几个月 这些东西都是年轻人 我可以这么说 你一天没踏入社会 你的信心 都是从其他人借回来的 因为你没正式经历过苦 一切东西都是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保护着你 有书本 有教会保护着你 但是当你踏入公团 公团 公团 当你正式被人骂 面对一些很难受的老板 当你正式面对婚姻 你可以说很多婚姻 我们讲这些托相 女儿子托相 那些托相 看你一天没结婚 你都没正式经历过事 你拍拖还拍到通事 正式结婚好像是嘉宾 可能就知道什么事 没有很多事 你会说 是的 当你正式踏入那个境界的时候 即是这个工作场所 即是面对的事情 你的信心就会被挑战 那时刻 那时刻 就是究竟 那个信心 你能不能够去建立 那里面 如果你胜一个 那你就会建立 那些信心 所以 你听完的东西 是好的 听到是好的 读经是好的 但是 那些信心 其实他完全不是 完全是属于你的 你听了 他很好嘛 他经历了嘛 他很好嘛 你呢 你自己呢 你有所经历呢 所以如果你一天 还没经历过 这个信心之道的话 你呢 还能正式建立到 一个稳定 坚强的信心 美美会 Metalic 神 美美会 你做了一个调查 为什么 在教会 那么多年轻人 没有来教会 尤其是 21岁到30岁 这个期间 为什么很多会 不是来教会 教会 是不是青少年的时候 做得不好 不是啊 青少年很多 美美会 教会 由小学 到中学 都有很多人 但是一过了中学 一天 college 就不得翻 掉了 所以做了一条 为什么 发现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你从小到大 你都被人逼你教会 知教会唱题那些呢 爸妈 爸妈要我来就来咯 我都不想你 哈哈 你都来就来咯 都不错的 难道叫你不要来咯 你来就来咯 但是当你突入college 尤其是离开你的家 去到另一个州 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 就面对一个 危机 因为你可以自由了 逐渐 选择 可以做自己 喜欢做的东西 那时候 就是你的条件 究竟 你会不会 继续信耶稣 你会放弃 没有人再看你了 没有人再邀请你 没有人再期望你 你会放弃 你会放弃 那时候 你就要继续 你会信 信一个奇数 所以 我们的经历神 不是只是透过圣经 不是只是透过见证 我们自己本身 要经历 上帝 我们的信心 才会产生 出来 怎样在经历上呢 就是 我们是体体 四节 和乘节 第四节 到第七节 讲到一些人的经历 他们 凭信心 为主 做了些东西 然后 神 就供应 和 回报 第四节 到第七节 讲到三个人 你回去看 看节目 整个十一章 都是讲同一样类似的东西 就是 凭着信心 某某人做了些东西 然后上帝成功了 或者做了些东西 帮回报 特别是提及三个人 头一个是 阿爸 不是讲你阿爸 是讲阿爸 圣经的阿爸 阿爸 阿爸 凭着信心 献祭给上帝 阿爸 你有一个听的人 叫做 那个人 有听的人 那个人献的呢 那个人献的呢 那个人献债 才 上帝 不是那么喜欢 阿爸献呢 那些 头一胎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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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动物头一胎 那 在庄里 你们看不出 究竟 为什么上帝 中二阿爸 那些 都不喜欢 但是 阿爸 就解释给你们 因为阿爸 不奉献呢 现在呢 为何会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 留心去看 如果你中菜的话呢 如果你才中菜的话呢 如果你才中菜的话呢 Skin 那个 Crocs 不是那么难的 你中了 不得 再中了 你中了 那种子 可以做它 它会很快生长 不是那么难的 Compare to 你 養一只牛 你知不知道 那些牛 要餵多少处 很贵的 而且呢 当牛生了出来的话 它未必会继续生 当你欠了 你的头胎 可能就欠了 你老婆呢 所以 当阿伯 献祭 你把头胎 献上给上帝 就是看一遍 阿伯的信心 他信得上帝 会继续公益 他信得上帝 因为上帝 是他的創造者 没有东西是难得上帝的 上帝配得最好的 所以上帝呢 很喜欢 合法 的献祭 而且清赞他 直到他死后 他的血 都继续 凭信心 说话 这个是阿伯 第二个就是 伊朗 伊朗 圣经没有胡聊 没有记载 他做了些什么 而 他的 批语独生做了些什么 但是呢 圣经胡言说 就是 他凭着信心 过去成生活 直到我们没有呢 上帝说你不用死 哇 起床他不用死 接着这些 他是唯一一个 不用死的人 有谁在那里想 好像说他不用死 没可能 他都要死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好像李朗洞 有信心 他的信心 是整个生命 完全没有对上帝 有什么感到的 他送上帝 送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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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他 是不算成的 第三个见证 就是 诺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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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瓦着信心 建立方舟 方舟 最近 美国建立了一个模型 是跟着圣经的妖术来做的 真是很大的 你可以去一个妖先 当时呢 当罗亚建立方舟的时候呢 是从来没有浸过水的 有些学者说 雨都没有下过的 当时 因为天气族力破坏 我们要建立方舟 人家说是荒谬 你真是荒谬 哪里可能会浸水呢 Logic 你做傻事啊 你 奉着上帝的指示 送上帝 去做 结果 上帝拯救了他一家 无其他人有这个信心 所以其他人不愿望 第一之为 信心 是需要你国经历的 你需要走出来 你需要踏出来第一步 那个信心才会稳固你的心去 你可以听很多 你可以听人家的信心 但是 当物体来到你生命里面 那个人是你的机会去经历上帝 简单给一个大家的循环 一个系统给你们认识 信心其实是如何建立出来 首先 信心是从神意开始的 我们向神祈求 给我们有指示 给我们有一个目的 给我们有一个应许 信心是从神开始的 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的 当我们祈求的时候 上帝可能有时候 给我们心灵 有些说法 他可能会 哎 跟那个人谈过 我想医治你 或者是 哎 朋友 你靠这个朋友 因为我想你传福音比起 不是很简单的instruction 很简单的吩咐 这些都是上帝要我们做事 未发生的 但是他要给我们一个期望 给我们一个应许 要医治这些人 要帮助这些人 或者上帝说 我要你娶他 那些东西 发生了 如果上帝叫到 就是上帝叫到 他可以这样做 或者上帝叫到 我要你保护他 我要你提示他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可能是很微小的声音 在里面跟你说 或者一直公布一下 为什么你还不做 为什么你还不做 你真的像Lorean 那样的感觉 那是上帝正在做工作 正在做工作 正在做工作 其实没有上帝说的 你不要自己做上帝 不要自己来 不要自己来 make sure 是上帝叫你做的 但如果你再不知道 上帝叫你做的 你看圣经 你已经很清楚 上帝叫你做的 很简单的 就是初步音 上帝叫你 你提到你的生命 上帝叫你 立教会 这些事情圣经已经说过 但有时候 我们知道 上帝会 他会特别给你 啟示 或者一些指示 是给你个人 认识的 所以你先求神 让你有一个啟示 有一个期望 有一个目标 那里啟示 那第二步 当你领受了 这个呼召 你领受了这个 instruction 那你就要 走出你的目标 你就要踏出你的第一步 如果上帝叫你 为个人讨告 你就要走过去 跟他讲 可不可以和你讨告 如果上帝要你去那里 见一个人 讨告音 你就要打开 去到你家 去到你家 讨告音 Hello sir 我想和你讨告音 你跟着做 这个就是第二步 很多人呢 停在那里 听到了 领受到了 是不敢踏出你的第二步 要走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走出来 年轻人 当你去到college 正式进入社会图工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很多经历 是会失严你的信心的 那你能够踏出你的第一步 那你能够踏出你的第一步 那你能够 遵守上帝的你的声音 声音 声音这些书 就要走出来 在那里 第二步 so after你听 after你走 第三步 当你走出上帝的指示的时候 你必定 你必定 会被示验的 you will look in test 一定会有人拦阻你的 好似你为了个人 好似你为了个人好 得着这些字 可能有一个人来 你来说 你干什么 你为了个人 你干什么 你真粉痕 你是不是牧师 有些人会这样 肯定会有这些事情 或者你去探訪一个人 他去他家 我为了传福音 他家 肯定有些事情 一是不在那里 一是忘记不接的电话 或者你的车 又是什么事 肯定有些作可能 一是因为 我鬼不喜欢你走出身后的情感 所以你被示验的时候 这一刻很重要 当你被示验的时候 你就需要靠着主 憑信心 继续守持 继续走 很多人 有很多基督徒 很多牧师都是 他们已经完全达上 即他们回应神的呼召 他们来到圣像院训练 他们已经开始走 是走到一半 你就试验的时候 被人问到几位 说到几位 振一振 所以他们的信心不能够再上一层 是因为他们不能够继续堅持下去 我 I'm sure 很多人会问他 甚至我觉得 老民族的家人 我都会问我老爸 那些人是傻的 天天在那里拖 他叫我们一家和你拖 建立一个树 里面有个雨的 里面有个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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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持到底 究竟是一家 那我来说 坚持 到底 今天我们可以有基督徒 如果我们不能够坚持 的话 我们的信心就永远平均 会不会发现 本来说 牧师 我想增加我的信心 他说我讨告 是 我可以说你讨告 但是正式你的信心 要增加的时候 就是当你面对着这些磨擦 面对着这些天气的时候 你选择是什么 你选择是否 你选择是否 话事 你继续追求 继续坚持 如果你继续坚持的时候 基督徒的时候 基督徒的时候 撒一张兵 你整个辣的人 坚持到底 上帝必然会掌上 上帝喜欢那些有信心的人 上帝会很喜欢你 上帝会经过你 所以 我们要继续走到到底 当我们走到到底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上帝的经历 我们经历到上帝 我们的信心没有人真够 当我们信心真够的时候 我们就继续向上帝求 有什么其他要做 我们就不清楚 这间教会 这间教会 今时今日有一个建筑 是因为早期有一班人 对上帝有信心 建立这个建筑 有些你是新的 你不是很清楚 但这间教会 本来不是这样的 我们教会本来是一个 signal storage 半层的 一字很窄的 很小的 很久的 有些人 看见上帝要做更大的工作 口半生发 结果 建立了这个地方 那些人 凭着信心 守望 那时教会很窮 没什么钱 教会会有大部分都好像联长人 所以 那些年长人家 甚至要去周街黑 去建筑 那时 他信心就是去到这个境界 真是相信了 上帝会做到的 结果 今天你坐在那里 你在经历着 上一配 上一配人的信心 的过效 但是今早早上我要问你 你这样一代的尤其是 你能不能够走出你的信心 我不是整个建堂 我不是整个教会 你能不能够踏出一个 遵守神给你的指示 当然包含了建堂 所以信心 是一个互动性的经历 但是你听到 但是你听见证 看神经 更加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 踏出你的信心的第一步 回应上帝给你的呼召 但是 你要守着 守到尾 直接到你见到 上帝给你的期望 给你的应许 实际的出来 这就是我们所行的 这一套的尊心之路 是每一个人都缺乏的 明白大家 我都是很简单的了 伦理的一位 我就是听了主 我没有听说 但主要是今天想和你一起去世 一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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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起床好吗 我们有点时间 你起床好吗 有些期望,有些事情上是要你去做的,有些事情是在你生命裏面一直吹逼,要你做些事,你不可以做些事,不可以做些事。 但却很多時候,你沒有能力去做,有時候你不想放棄,你沒有偏遲, 你需要向你去 Remsen 寶寶,求出生命,給你膽,給你堅定,給你力量,守持你的信心, 走信心路是需要有一班很硬頸,對信很硬頸的一班人,不會相信其他人,只有相信神的人。 是要這麼硬頸才行的 我特別想邀請有些人 有些提醒我 如果你覺得你身體軟弱 或者你家庭軟弱 有些問題是 你知道上帝有指示 但是你不能走出來 你很害怕 你不懂 我想邀請你來到前面 我們一起為你投稿 我們知道上帝是聽討好 當我們呼求它的時候 我們憑著信心 以前上帝是很寂寬的 所以我想邀請你 如果你有家庭也好 生意也好 你身體上也好 你面對著這個危機 這個抉擇 你知道上帝有些指示要你做 有些期望給你 是你卻敢走出來一步 我想邀請你 我們這一刻就做一個決定 離開你的床位 走前面 先踏出這一步 我們一起祷告 求聖靈給你更多力量 給你更多力量 去完成上帝給你的指示 我們給你時間 第一次為你弄的影響 要求聖靈給你 哈利路呀 如果我們為你拖告 他就拖延你 要求聖靈給你 教會領袖一起走前面 為著 回應上帝 你的呼召的人 你都拖到 哈利路呀 其他人繼續要拖到 這段時間是繼續你和上帝的關係 跟我們一起圍堵 所以基督友 教會可以一起圍堵 我們是家人,我們互相鼓勵,互相勉勵,互相激發 我們能夠每個都走出我們的信心 Hallelujah,繼續走前來 如果聖靈在吹逼你,走前來的話 你就要開始擔出你的信心第一步 這就是你的信心的鋪鱗 不只是聽,不只是說,你踏出你的第一步 走前來,我們一起同心奉告 你來到這裏,有教會同同一起為你奉告 Hallelujah 背後兩天,如果聖靈有感動你 要為那些人奉告的 這一刻你就去了安人當中 你就按手噴信心為你奉告 如果聖靈感動你,要為那些人奉告的 你就憑信心,他就在你面前,按手為你奉告 大行點,你也會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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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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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不要忘記其他人 你去做 走出你的信心第一步 為了你旁邊的奉告 不用怕 如果你看到你旁邊的奉告 你去別的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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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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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ko nabokataka 繼續行動 繼續信上帝 憨著聖靈的感動 你去服侍 你去互相的服侍 Hallelujah Satahamu 週上聖靈拿著一個 我心裡的動作是提醒你 有些提醒他就知道 信心是真的 你真的要走出來 你還要經歷好 你不要再繼續留在你那麼舒服的地帶 你要開始踏出第一步 有些提醒他會 無論我說多少也好 你不會走的 因為你覺得這些東西對你不重要 但我想提醒你 聖經講的 人非有信是不能夠討實的起願的 我不希望你到最終一天 你會失去你的信心 信心當我們不堅持下去 我們不僅僅固下去的話 我們的信心會越動的 所以我鼓勵你 走出來 不要放棄 堅持到底 大家一起祷告好不好 多謝主 今天早上 你上次更新我們 提醒我們信心 這個功課 主啊 我求你每一天更新我們 更新我們 要更加信得過你 主有時候我們看見我們的環境 很過敏 我們看見我們的 project 我們知道你叫我們做的事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看得好像沒有可能做不到 你叫我們只有信 主要我們就憑著這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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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信理 我們來行 我们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 我们信你 我们信你 是会拯救我们的家人的 我们会传福音 最多我们见到有些人 有病痛的时候 我们信你是医治者 我们为人祷告 得着医治 主要我们信你 因为你是信得我的 因为你是会行神职的上帝 你是会供应的 你是会医治的 你是会守护的 你是一个当美好的上帝 我们要相信你到底 主你今天 在做家庭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经历你这么多 尤其是年轻的一班主 当我们经历生命的危机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做决策的时候 圣灵我求你 做背叛的工作 背叛在你经历你的一点 给你亲自的经历 你的同在 你的奇跡 那些信心是建立在你身上 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身上 是个人的信心存 祝你祝福我们 保守我们的心思之意 听我们的报告 服我们的心思之意 Amen 是个人的信心是建立在你身上 是个人的信心是建立在你身上